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5月31日 这是5月份最后一天 今天的新闻非常多 你就拿这个疯狂网来讲吧 今天挺热闹 你看社会新闻 男子街头撞击多车以后下车裸奔 这证明男子故意驾车撞 撞完了以后一丝不挂 打电了行走 警察把他最后带走了 这证明什么他这搞不好 也是为了引起别人注意 或许也是有冤情 也说不定 你再看后面 后面很多 还有这个局长和情人录骨聊天记录 被发布在全市公园群 公园群 发到群上去了 这讲到的是5月30号下午 这是澎湃新闻记者报道的 讲这个故事是一个 这个柳南市 柳南区啊 这个中国很大 也不知道哪个省 柳州市 柳州市柳南区 这个叫工业和信息化局的局长 和一位女性的电信业务经理 他俩的故事啊 这是一条消息 你在看这个后面 文明山一年男子跳牙 还不错 跳悬崖了 我看那还有录像的啊 跳牙了以后 穿白衣服啊 非常清晰 很吓人 但是后来被救起来了 好像没死 这还不错 捡一条命啊 但是什么原因 肯定是失望 说不定大学毕业了 抱有这个学习西核心学的 完了做个梦 梦醒时分 一看毕业就是失业 也说不定啊 肯定是活得别去嘛 你看这种情况在过去就很少见啊 这说明在习近平这个时代 实在是这个 并不像媒体吹捧这么好 对吧 你再看 还有这个 这个73岁老人亲家荡产 救命悬疑县的前女婿 其实73岁你要入 在加拿大 你说你没有任何问题啊 你60多岁以后 你就可以拿着什么 那是退休金的 这个金那个金的是吧 这个税收向弱势群体倾斜 你过得好好的 哪有这事 你再看这个 这里边这个更多 忽必先咸 一店铺装饰被举报了 怎么举报呢 说日本国旗被城管摘下 他挂了日本国旗 其实也没关系啊 他卖日本那些产品 工艺品 那不都是日本那些东西吗 就挂吧 那有什么 他就为了促销吧 那挂了你 你送华人民公共就倒了 你正确就倒了吗 我不相信 你这里你随便挂 你还挂什么旗 你挂习近平头像 你愿意挂就挂 我看没有去挂 你挂人心想 这个人怎么这么 哪里来的 这也没啥奇怪 新闻的节目不是 也是加大国籍吗 是不是 所以这个中共国就太极端 什么事都能上根上线 就开始整 这个你看太多太多了 还有这个什么 今天还在吹捧什么 把半条被子温暖传下去 共产党现在是把整个被子都抢了 还半条被子 被强迫了棉花套都拿走了 对不对 掠夺老百姓 这还好意思讲 你看这后面还有六岁女童 多次被老师抽打 背部留下淤血的伤害 你想这里对小孩多好 这是什么习近平新时代 还一天都好意思讲 是不是 和美国搞到今天这个程度 原本都是可以和美国关系很好 到今天彻底翻脸 你再看国际新闻更多 这个风光网也不是说黑习近平还是彭习近平 你看才牵手柯文哲喊海事三盟 郭台铭金城 喝多了都忘了 就是郭台铭啊 他不也想竞选吗 这个但是他现在已经失去机会了 这个柯文哲他现在也要竞选大选总统 台湾大选总统对吧 他们应该属于政敌嘛 昨天他们一块就按照台湾的宗教习惯 台湾的习俗啊 台教子啊 我都不懂这些都什么习俗了 反正他两个又场合见面 整个挺有意思的 虽然是这个竞选的时候 都得你死我活 但是在见面了还是表面还是不错的 这就正是台湾好事 民主就是这样嘛 你竞选的时候就能一个当官 那肯定互相连倒矛盾 你说我不好 我说你不好 但其实我看 你各有瑕疵 各有特长 对不对 你比如说川普和拜登两个 斗来斗去 但是他都属于民主国家的嘛 对吧 最起码都是给人对方机会 保持尊重 就是我不同意你的观点 但我尊重你的权利 互相都是很认同 很包容 这个别是好事 你看他今天办出了 就喝大了忘了 喝高了忘了 郭台铭这个人 性格挺可爱 应该讲 他不适合当政治人物 他还是当老板好 老板不都那样 我接触很多老板 已经喝几酒了 傻话都讲 讲得可热闹了 心情中人 郭台铭就讲得喝高了 就感到尴尬的 喝点课问这点 是不是 这是恰恰是体现了 台湾的政治制度 我认为好 就是什么 政党论题 言论自由 中共国反正把这个事拿出来 拿出来 这什么意思 就封华网 今天不少新闻 还有这个 123岁老人 节目上公开求爱 生于1900年 自称从未立爱结婚 可以 只要他活着 他就有爱 你不要以为爱 真是年轻人的转利 那完全是错误 有些年轻人 为什么跟父母 都闹矛盾 好像他一生出他以后 他爸妈妈妈 再也不能什么有爱 这些 这个词的时候 这个是很不正常的 对不对 你每个人都要尊重 有些人身体状况好 到了100来岁 还有幸运的 是不是 对不对 这个都是很 应该是 应该是 很 那个 很好的事 说明他热爱生活 有的躺 床上整天 我要死了 我要死了 很消极 当然我没点开看什么内容 因为我一看 像我这个年龄 就不是很感兴趣 但是才点开 原来是卢旺达的 不是中国的 但愿中国也没有这样的老人 100多岁了 还能保留一颗这样的一个心情 等等等等吧 包括这个局长和亲人这个事 聊天的事 因为你想他们都在一起工作 都在上下级 也不光是权力的 天然在一起 日久也有感情 他当官员也有感情 你不能说他没有爱的权力 问题是什么 他利用权力搞的就不好了 说他如果不是利用权力 人家交朋友干你啥事 是不是 等等等等 你看这些新闻 我们先就不去讲他 来谈谈大事 大事今天疯狂王讲了一件大事 很多人都没注意 全国三十一个省份 省级公安厅厅长 全部调整到位 习近平同志的国家 就是整天去抓人 他觉得挺美的这个事 你越搞这个东西 社会也乱 我就跟你讲 我们来看看怎么讲 5月31号陕西省 首先在习近平老曹 他为了保护他妈 他妈常年不是在陕西吗 他弟在那 现在中国是两股 宫廷的势力 一个是西家军 一个是后宫派 据说朋友员的势力 先突起 很厉害 别人都惹不起 这里就讲叫 熊彬彬成为一周内 第三位履新的省级公安厅厅长 说熊彬彬履新以后 31个省份的省公安厅厅长 全部换成西家军 全上了给大家看 越战越乱 我就跟你讲 因为换成他人都互作废维 越互作废维 越计划收回矛盾 就像刚才讲到这个 大家都看到了 说在云南发生的 对不对 竟敢斗胆 强财清真事 你以为他 人家是 人家不跟你干的 你以为人家跟你就完事了 没那么简单 这篇文章讲 是戴彬彬68年出生 清华大学毕业 你看又是陈希的铁边 就陈希没闲呢 已经退下来了 交出了这个 象征生的交出了这个 组织部部长 组织部部长 全都给了李干杰 他小兄弟 还不放心 保留了中央党校校长 中央党校是什么 他为什么把马云的活反大学灭了 成立那天我讲 马云闯下大火了 因为中央党校是西平西目当中的黄埔军校 你在搞一个啥意思 你想当总统啊 当领导人啊 西平肯定往死里整 对不对 果然现在 胡搬大学一声没有了吧 对不对 实际有些商人呢 这赚钱行 你想在这个政治敏感度方面 他是不行 对吧 人各有特长 你看这清华大学毕业 现在要担任这个 以前担任过北京建工集团 党委书记董事长 海淀区区委书记区长 怀柔区委书记 北京市政府秘书长办公室主任 今天跨省调到这个陕鞋 干什么 刀扶手 去抓人 成公安厅厅长 自己还挺美的 我认为啊 他是下一查决还得坐牢 你听我这句话 和邓辉林一样 只要你干这行 为什么 西平都任用 都是利用你先抓人 当你双手占买献血的时候 老北京恨的时候 西平就给你泡出来了 为什么 我给你权力就让你谈 谈完你小一根根 在我手里 然后我给你一摔出去 我连这都好 你看他搞这套东西 他带兵兵还挺美的 最可笑的是这些当官的 还挺美 像随力军 说今年一月带兵兵跨省工作 当选陕西省委 党组 政府党组成员副省长 你看副省长 再给那个公安厅厅长 你不就等死吗 权力这么大 是不是啊 他就讲到他以前干过什么呢 省教育厅 他分管的教育厅 他副省长嘛 管制领域 科技厅 省工业和新华厅厅 国资委 省科学 四个四个月 又出任了陕西厅 公安厅厅厅长 那搞不好是不是 就是既是副省长 又是公安厅厅厅长 那你就等着犯错误吧 什么你这个权力这么大 为什么现在会出现 这么多的丑闻当官 那不就权力太大吗 一女下属 怎么就看你长得美呀 是吧 你看这当官都五六十岁 个个都是 可以这样的 这样讲 都长得不咋地 但是为什么 女的追求 权力太大了 是不是啊 你要给我老江泽文官 我保证 也会很多人 是不是啊 这个追求 主要是你手有权力 人是为了通过你这个权力 控制你 再要摸取利益 经济利益啊 等等啊 这都是什么 就是这个政治制度 为什么黑暗 他把人性的最弱点 和这个政治制度的弊端 对接在一起 极大的放射 放射了 是吗 释放人类这个 人类这个 人呢 人性当作恶劣东西 你这个东西 你都很正常 你得有这个爱恨的 性格很正常 但你就权力太多了 你就太忙活了 是吧 忙活就忙活出事了 那个为什么 那个马力主义学院 给一个女 她那个女相好 那个屁股照的放在网上 这不都权力导致的疯狂 是吧 那个东西你随便拍吗 是吧 你俩私事 你拍完以后 你这个在手机里放了 都不安全 都不安全 傻到这个程度 这是证明权力造成的 就不知了 忘乎所以 任意妄媒 才出现导致这些丑闻 但是很美 还在这介绍这些人 就这些傻瓜嘛 就是明治山用虎 偏向虎山行 还在乐呵呵往虎山走 知道下一步就虎口了 你看 戴彬彬履行之前 陕西城公安厅一把手 岗位空缺两个月 为什么空缺两个月 陈希在寻找 还没找到的 习近平跟他讲 老臣啊 这个陕西在好好找好了 咱四家兄弟的地方 这我妈还在的 那都不用讲 陈希可能忙活 你弟弟徐远平在的 怎么立着 这公安厅厅长 必须是咱们铁杆的兄弟 在天的盯着对立派 搞这套名堂 你说怎么能好 你说 然后你再讲 徐大同是公安部 现任九个部 级干部中 最年轻的一位 也是第一个 70后的副部长 是天津人 早年在天津工作 武清区被书记 天津公安部出了多少人 天津人 五爷不就是 还有个自杀的 宋平岁跳牙摔死了 五爷关到监狱里去 五爷不是也很疯狂 天津更乱无聊 我也去过 你看徐大同 来自天津 19年调往陕西任副省长 次年12月出任省公安厅一把手 说戴宾宾是一周内第三位履新的省级公安厅厅长 这里都他就讲了公安厅厅长的一个一个的变化 还有叫这个杨清九 杨清九是长期在河南省工作 浦阳县委是市委书记 给大家看杨清九 就今天疯狂王不厌其烦的介绍什么抓人机器里边的头子 也就证明习近平感到极大的不安全感 完蛋了 知道自己统治要崩盘了 你想美国在打他 就他不开一击 他都往哪里跑 靠这些人保护他 你这些人将来都是两面人 一看你习近平证券快夸了 就会出现两种人 一种人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带路党 一种人是枪口抬高一寸 没有几个想在最后的时刻 保你习近平 保自己都来不及 这些人他都 我太了解这些人了 我都打过交道 是不是 你看那个原先安山公安局那个局长 不把那个市长嫖娼抓起来 当时斗了一塌糊 辽宁城成为丑闻 对不对 他们都有内斗 都是为了个人利益 你看这里讲 那这个杨清九是河南的 他是可能是让他担任河南省的这个公安厅厅长 还有杨威林长期在吉林公司 这次出任 应该是这个也是上来了这一次 说是今年以来 至少有15个省级公安厅一把手都调整了 分别是上海的张亚红 因为这江派的老曹 心意为他换上自己的人 吉林省的贺志 贺志亮 他肯定在换上和八银朝鲁做对 或者和孙主才做对的人 这是肯定的 对不对 还有这个河北的王立通 山东的李伟 山东尤其要换着 昭和之老曹 他给他选自己的人 江西省的元清华 这也要换曾信红 孟建柱的老曹 习近平都给换了自己人了 还有云南省的月秀 云南是清光荣 魏海鸥 习近平耕耕一怀 习近平虽然把薄写来当他师父 但他也恨薄写来 为什么 这老大只能一个大阿哥 小阿哥 他是大阿哥 对不对 他的干也薄写来 他和薄写来没有本质区别 只是由于什么 薄写来比他更有才能 因为薄写来比他有才华 这样讲 讲起话来滔滔不绝 没有什么大白事 另外长得也潇洒 但是他俩人品都是一样的 都是很极端的人 我认为 又是胆小的人 你看一到灾难来临的时候 你看看不到薄写来 一到开什么经贸洽谈会 酒会 招商会 你就看他表演吧 是不是 偶尔还愣出凤个 蹦几个羊屁 是吧 唬别人 实际上蹦之前 这房间裂好的 我都听到他身边的秘书讲 他说 为了念一段英文 他开会之前 这房间来回头走 就读得那几句英文 但等到现场 他就假装脱稿了 随口冒出来 他就好搞这名堂 其实他这个英文 和刘鹤一样 和我老将的英文 差不多少 都是 跟这样讲吧 实在是拿不出手了 叫烂英文 你看这个云丹省的月秀虎 海南的蔡超辉 河南的郑海洋 山西的里程 福建的李建军 贵州的贾利军 宁夏的喜国义 还有广西的一个念写 还有杨维林 浙江的杨清酒 陕西的戴币民 他这个意思讲 现在这个公安厅 各省市公安厅的一把手 都全换了什么 一个是自家兄弟 习近平认为忠诚 其实我认为都是假的忠诚 你心里想 就你个傻了八戒 原来干门一些 这个胡锦涛和江泽民 更干门邓小平 只不过人家为了当官 表面讲你好 他就当真的 还成为认为自己的可靠兄弟 啥可靠兄弟 他忠诚西核心 他都忠诚自己 你不禁等将来战争来临 你看你看这几公安局长 有几个不跑的 咱们马上就能看得清静 假如要打仗的话 是不是啊 所以但是这些人呢 现在就是什么 就贪恋这个权力 就上了这个这一串了 心想能婚一天坏 就婚一天就好一天 他们这个心态 中共官员想当官的心态 颇有点像 我在监狱见到的强奸犯 有个强奸犯 干演女力炮 盼了十年吧 这个监狱人讲话 囚徒讲话的直白 就把他称为 他姓张 我都叫他张石炮 张石炮 为什么说 以下十年嘛 他经常逗他 你就为了这一下过瘾 你说你待了十年 就多后不后悔啊 他讲的话 他给你笑死 他说我不后悔 是能爽一把爽一把 那当官不都是这样 现在 我只要当这个官 干这十年八年 我只要爽 能随便抓别人 就习近平都这个想法 抓你我就觉得挺爽的 他没想到 你抓完人 你自己被抓的时候 就在眼前 你看哪一个不是 你先一查查看这些当官的 就是重庆文 就看这公文剧 叫王立军爽不爽 爽吧 王立军干的时候 你说王立军谁能赶 王立军爽啊 教寻警平台啊 五分钟到现场办案 然后数十个专利发明职 还有红雨衣 还有这个女子摩托车队 也是是这个 是什么队 这个队 这个名堂 那个名堂的 是吧 你看这个王立军多猛 怎么样 进去又腿都砸断了 又上来就是 邓慧林又抓进去了 估计腿也断了 不报道而已 又上来 现在叫胡文明 好像不太得瑟 你就看这一查一查吧 哪有好下场 这是什么原因 这个制度造成 这个制度就是叫你爽一把 就这么简单 从来不想长远 习近平也信仰 我抓你 我把你李克强都抓了 我觉得挺好的 但你想国家搞到今天这个程度了 自己能长久 不能长久 这个政治制度害人 是不是 我讲的很实在 是吧 可能粗鲁了一点 是因为什么呢 我坐牢造成 坐牢里面听的都是这些 囚徒讲大白话 最能反映中国现实 这个包括什么 包括官场 这官场 官场的丑恶 你就想你这些当官人 给你这么大的权利 又是公安厅厅长 又是副厂长 你能不胡作非为 你就咱们现在 讲的最好 现在突然就给你这么官当 以后都来求你办事 送钱你不要啊 请吃饭 你看到海森鲍鱼大虾 你不留哈拉子 是不是 你看到漂亮的人 你不心动 你零件不健全 马上就要犯错误 这是政治制度造成 因为美国 为什么加拿大 它这种情况很少 尤其加拿大 没有这个权利 你怎么有这个权利 这里你看那个 这里有个司法 应该司法部长吧 我忘了叫声明 一个女司法部长 请她男朋友 就用公款喝了一杯咖啡 都要人处分了 是不是 这些几天的事 这个政治体制 就对腐败是凌辱的 它制度不一样 中午是什么 抓一茬 换上一茬 你干 全力都给你 你都不犯仇 你看关于王小红 现在这个 关于他腐败的传闻多少 关于他真正佳佳 你肯定是不连接 你要连接 能搞到这个程度 那李尚富也是 你美国制裁你干嘛 就因为你有钱 在美国 你在制裁你 你一分钱没有 赵号都没有 他怎么制裁 是不是 我们再来看看 这个李尚富 这是很大的一个新闻 就是什么呢 美国资金报道 中国证实美中防长不会与本周末在新加坡会面 你看这个李尚富这个形象 你看很憔悴 是不是 你看 这样的人在领导国防部还想和美国打仗 本人认为 并不乐观 不是他们想象那么容易打美国 你看他说 美国国防部表示 中国拒绝了美国提出的让两国国防部长本周末在新加坡举行的年度安全论坛期间会晤的请求 五角大陆发言人空军准将帕特莱德 美国在五月初曾提出让国防部长奥斯汀会晤李尚富这一请求 邀请被拒绝了 美国为什么现在反复讲的宣传这个事 就为了大战做好准备 像打仗 你别说是美国发动的 我们一再和你要和好 对不对 你看 他说两位国防部长都将出席在新加坡举行的年度相隔离达对话 奥斯汀将在周六发表讲话 而中国防长在周日发表讲话 他们分开挫开世界各讲 这证明将在不是向向而行 背向而行 搞不好就开战了 你看 他说本次年度对话国防官员和分析人士在新加坡的非政治聚会 也为国防领导人之间的会面创造了聚会 他说赖德讲中国不愿进行有意义的两军讨论 这不会削弱国防部寻求与中国人民解放进建立畅通沟通渠道 作为负责任地管控两军关系的一部分的承诺 就美国不想打这个仗 但是美国看这个形势搞不好就打起来 你看中共军机拦截人家就差那么很近的距离 那差点之后会不会打起来了吗 他说呢 他补充讲沟通渠道的开放对于确保竞争不会演变成冲突很重要 这是美国之音的文章 他说一名高级国防官员周二告诉美国之音 自21年以来中国拒绝和未能回应国防部提出的关于关键领导人接触的十几次请求 多次常规对话的请求 以及近十次工作级别的接触 因为习近平就赌气直播赌气外交 生气了 不应理 他不给他取消制裁 他坚决不理 或者是反过来军头说我就不给他见面 为什么他制裁我见面干嘛 心里一看 各自不欺军队 就是这样的可能 是吧 所以这篇文章讲说这位国防部高级官员说 坦率的说这只是一连串借口中的最新的一个 也就是中美两国越来越走向敌对了 他说你毛明正是两国外长 防长不会 不会 本周不会会灭 他在周二的简报会上表示 美方应该切实尊重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利益 为中美两军对话沟通 创造必要的氛围和条件 就现在不具备条件 继续角力 李尚富今年三月就任国防部长 习近平为什么要当国防部长 就为了和美国对峙 说是他18年因从中国俄罗斯出国防出口公司 购买战机和设备受到了美国制裁 因为你买这个设备美国制裁 那制裁买设备没有回扣啊 肯定有我跟你讲 commission的你不能少了 所以为什么军头用户习近平和这也有关系应该是吧 习近平为什么让他塌 你塌了你小巴比 你小蛋的捏在我手里 我随时捏你 习近平有习近平的想法 此外美国军方周二表示 一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间16战斗机飞行员 在拦截一架美国空军RC-135飞机 是进行了没有必要的咄咄逼人的这样的动作 为什么在这个中美最对抗的时候 他拒绝合台的时候他还军级拦截人家 就是给美国释放一个信号 中华民族复兴的 东升西降平死世界了 伟大领袖习近平出现了 马上要胜过毛泽东了 要统治全世界了 不外乎就这样吧 对不对 所以形势很严峻 他这篇文章讲 他说他介绍 他又介绍这个现场的细节 在上节我讲到了不许重复了 这说明什么呢 中美这个关系非常非常的麻烦 我们再来看看 这个另一条消息 也就今天没有讲完的 因为中原是我观察呢 是大纪元这个系统的一个评论员 最近写了很多文章 写得很好 他这篇文章就讲到 观察到了政治局开会 诡异的现象 他说党媒曾报道 陈文青是5月25号出发俄罗斯 不知道是否已经回来了 返回来了 谁知道呢 对不对 随着这个统治的默契 随时都会有官员叛逃的事件 咱们不是不清楚 说政治局会议当中缺席三面围 比较少见 大陆疫情正在升温 不少民众啊 报二扬 说中共官方也不能否认 如果这三人印一案 亦不能参加政治局会议 表明疫情相当严重 政治局可能研究了疫情 但不能公开啊 他分析来是有道理的 他说这个政治局集体学习的时候 只有习近平艺人讲话时不戴口罩 其他人都戴口罩啊 被邀请讲解的清华大学当委书记 工程院 科学院院士戴勇戴着口罩讲话 这证明什么 治理疫情失败了 这是很大的事啊 你想西方美国胜利了 美国刚开始死伤很严重 在纽约对吧 那时候都批评拜登 批评川普 不管怎么样你得承认 你刚开始封城的时候 效果比美国要好 但现在你可以看出来了吧 对不对 也就是说 顿战胜了猫啊 疫苗战胜 疫苗战胜了意义 对吧 这个 你可以看出现在形势变化的 其他不是政治局委员的官员 也带着口罩 从视频中可以辨认的名牌 至少包括 王小红 李尚富 吴正龙 沈义琴 昆吴昆 吴朝会议 还有政言是江金权 那江金权还在位 但最近不赔习近平了 这是不是王沪宁很受伤 王沪宁嫉妒他 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部 王小平 还有教育部的吴言等等 说中共两会以后 每一次的政治局扩大会议 似乎都变成常态了 习近平直接指挥 中共国务院各个部委 相关部长 副部长 频繁参加政局会议 政局常委委 委员的地位 实际委幕后话 就是现在 啥事都习近平说了算 这就是我今天讲的 这个封号网 为什么出现这个问题 以前都不站在记者一边 今天突然间站着 这说不定习近平批事 习近平每天是晚上喝点茅台酒 召见几个小熊的 他砍完就睡着了 醒来了以后就是批事 文件就送来了 说菜鸟一路小跑 一捆的文件送来了 大猪箭送来了 就开始批了 一批记者就是别老整记者 再整记者都能行吗 这是哪个地方搞的 这是贵州啊 都是陈明尔的嫡妻 李强肯定有的是可高兴 李强这些人 他们也闹矛盾 仔细地查一查他 你看毕杰今天官员搞没了 是不是啊 我认为这都是西民批事造成 一会这样批 一会那样批 他这个人很情绪发话 有点拿着更年期那个综合症的特别 这样的 怕是国家治理的 是朝令夕改 一会儿是动台清廷 不动摇不走样 怎么怎么样 刚讲完解封了 收放自如 他永远是正确 也正确 所以人们都看傻啊 实在是不乐观的 这篇文章讲呢 他说5月30号 习近平主持了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李强 赵乐际 蔡奇以副主席的身份参加 讲到当前的形势啊 叫风高浪急 惊涛害浪 这确实要来了 明明知道惊涛害浪来了 还把头外往上搓 这确实厉害 你看习近平凶暗兴趣明明干砸了 你看干了六年 到现在为止建成啥了 你看看深圳和浦东是怎么建的 深圳三年就这轮廓就出来了 浦东我不是太了解啊 你就想想就习近平北来失败了 他要存到底 所以我说为什么有可能发生战争啊 你就说他打台湾是愚蠢的 冒险他要打 所以这是很大的事啊 下一步的国际形势 形势非常的危急 就时间一到了 等于下个节目 接着往下谈啊 谈第四场 谢谢再见